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行蘭 我們常聊到這兩年國內的新車銷售休旅車的佔比越來越高 但其實還是有些車主我知道他們不想要休旅車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車身重心比較高 開起來沒有過往房車這樣的穩定度的操控樂趣感 再來可能為了空間而買了休旅車又考量到車高變高了 在都會的一些停車難免會遇到一些受限的問題 種種的考量 我們之前也跟大家分析過 如果你為了要空間表現 其實旅行車也就是我們講的Wagon或是Touring 它的空間表現其實絲毫不會輸給傳統的休旅車這樣的一個既定的印象 再加上旅行車是從房車眼鏡而來 它又可以兼顧到一般房車的操控的穩定度 當然如果你又想要兼顧到休旅車 偶爾讓你去一些露營啦 非服裝路面的一些路況對應能力 這時候從旅行車跨界而來的所謂的跨界休旅旅行車 也就是我們今天試駕的Subaru的All Back 它就是這樣的一部設計訴求的全方位多功能車款 這次全新登場已經進化到了第六代的New All Back 我們來把它歷史簡單回顧一下 它當初第一代出來的時候就是在1995年 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是從Subaru當家的旅行車 也就是Legacy為基礎做了底盤的升高之後 衍生而來的一個跨界的旅行車 我記得其實從第五代就是在上一代開始 Subaru有把它做的比較偏修鋁化 甚至更豪華精緻一些 也就是我們講的LSUV這樣的定位 一直衍生到了現在我們的第六代的車型 在19年北美上市的時候 它不僅有不同的引擎動力 包含它有2.5的四缸的NA 也就是我們國內總代的引進的 它也有2.4渦輪增壓新的動力配置 另外也依照外觀內裝的配備不同 而有五六種還蠻豐富的選擇 但這一次我們台灣總代的引進導入 蠻特別的 其實是單一的 就是2.5的IT的iSight 唯一的編程 其實從去年甚至今年初 我們也有幫大家試駕過 不論是SV或Forest也好 我們台灣總代理 慢慢都要把它們的編程做比較精簡化 我覺得這個對於消費者來說 其實也不是什麼壞事 以後你在買車的時候 選擇比較簡單一些 那它已經正式上市的售價是159.8萬 我記得它在1月推出了一個減價10萬元的優惠價 到4月盛市上市 這段期間總代理說它賣得還不錯 反應很熱絡 已經接單超過300台了 接著來看到這次新奧貝爾的外觀的配備部分 首先車色我們今天試駕算是這一次新增的 墨野綠的車色 我覺得跟它這個車名奧貝爾其實還蠻match的 再來看到車頭 它有六角形的水箱護罩 如果跟前代來比的話 我覺得它做得更豪華 它除了有雙橫柵 有一些鍍鉻的點綴 那外面的主要黑色也是用亮面黑的塗裝 再往寶桿下面看 除了有很大塊的黑色的防刮材質 那靠氣霸位置有蜂巢型的設計 以及外框有亮銀的飾板 那整個車頭看起來的厚實感 以及豪華感 我覺得比前代又更進化 再來看到燈具的部分 我覺得它配備也算蠻完整 基本上是LED的燈組 那它有LED一個C型的日行燈 然後陰眼的頭燈的設計 遠近光燈都LED 然後它也有一些智慧的功能 包含遠光燈的自動切換 以及主動的轉向照明 那它在遠光燈的自動遮蔽 如果對向來車 它也會做光型的調整 那寶桿的下面兩側 也有前面LED的霧燈 包含側邊也有鍍鉻的C型的飾框 再來看到側面的設計部分 原廠說這一次改款的風格 是讓它整台車的造型 有點像我們去爬山會穿的 登山靴的這樣的一個功能以及形狀 那它主要是多了 從車頭我們剛剛講的防刮 輪拱 側裙一直往後走 它都有一些不規則的 防刮材質的設計 然後再來看到最明顯的一個特徵 就是在車頂部分 它也多了這種所謂 越野風格的行李箱架 但我之所以說它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些功能的變化 除了我們現在是縱向的 這一般我們常見的行李箱設計 它可以直接透過調整 變成一個可折式 變成橫向的拉桿 讓你直接可以把行李放上去 你就不用另外再加價選購行李箱架 我覺得這是滿便利的 然後另外在前後段也都有一些環狀 讓你綁行李也可以直接做固定 然後再來看到窗框除了有鍍鉻的窗框 然後特別在照後鏡它也做了一個延伸的設計感的講究 然後照後鏡外殼也有霧銀的試蓋 車身尺碼部分跟前代相較 它基本上是加長加寬又加高 那長度4米87 較前代大概長了5公分左右 寬度多1公分多 主要高度它現在已經來到167公分 多了接近7公分 其實最明顯是差在行李箱架的這一串 然後再來在底盤離地高的部分 它也從原本的200mm進化到213mm 所以讓它有更好的一個 飛布裝路面的這種對應的能力 那胎圈配置部分維持225 60 18 不過鋁圈做了更動感的造型配置 再來看到車尾的部分 我覺得它跟車頭我們剛剛講的厚實度 這種視覺效果是有做前後呼應 然後燈具它也改用了熏黑的尾燈 有LED的尾式光條 也是用C型你也可以說是4型的自行 跟車頭做呼應 然後再往下看 它還是用很大面積的防刮材質 在保桿部位 然後下面當然還是有一些豪華的 這種亮銀的示板 所以還是整車的越野中又帶一些豪華的氣息 那排氣管是靠左側單出 在下面這個位置 那在尾箱門的部分 這一次也進化了電子後尾箱門 而且它多了感應式的功能 它不是用腳踢的 它只要車在熄火的狀態 鑰匙有帶在身上 稍微靠近這個Logo 讓它感應一下 它就會做自動的開啟 那打開以後 你會看到它的Outbag 向來的很好的行李箱的空間容量 這一次微幅又在進化了 那數據化來說 它現在有561公升的容量 前面是兩排五人座的狀況下 那打開下面的杖板 拉起來其實下面還有一些 這種收納的空間可以運用 那兩邊 靠右邊有一些置物網可以收納 靠左邊則有看到這台車配置的 哈門卡等的音響 其中的重低音在這邊 那靠上半部也可以看到一些 行李網的固定溝 以及後座左右都有快速的 前傾收納鍵 然後一些掛鉤 所以基本上 它的使用功能設計是非常全面的 那靠右邊這邊還有一個 12V的電源座 那當它後座椅被前傾收納之後 行李箱空間則可以擴充到1750公升 好接著來看車室內裝配備的部分 其實你一坐進來你會感受到 Nua Bay目前其實 在我們國內總代理的話 算是SUBARU旗下的旗艦車款 所以它整個的豪華的氛圍 是營造的非常不錯 除了上面抬頭 就可以看到它有一個電動的天窗 然後再往前看 那SUBARU的招牌 我們剛一開始講的編程 它都是有iSight 4.0星的進化 當然這個細節的操作 我們等一下在動態會來做完整的說明 但主要在硬體的結構 其實就很明顯的差異就是 以往我們會說iSight 可能跟前檔中間還有一個縫隙 所以你手去擋的話 它在這邊都有寫說你手不要去 或是掛一些障礙物 會遮蔽到它的視線判讀 但這一次它是整個貼在前檔上 就可以排除掉過去的這樣的疑慮 但話說回來 過去其實有聽說過 其實這一類的車不能貼前檔的隔熱紙 但現在改成這樣的設計後 我覺得理論上 應該就可以貼前面的隔熱紙了吧 再來往下看到儀表的設計 主要在我前面以及副駕駛前面 都是軟質塑料 只有中間 因為它這次也新增了DMS的 注意力監測系統 這邊是硬直的 旁邊都軟 然後再來手套箱的上半部 這個位置也是皮質縫線 然後也有不錯的霧營的 在空調出風口周邊 一直延伸到門板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小小的置物空間 也有鋼琴烤器亮面的飾板 再來看到座椅的部分 其實我們今天從牽車一路 到了矽屏山路拍攝了半天的時間 我覺得我對它的座椅的感受 還滿有好感的 除了造型我覺得看起來一般之外 但做起來是非常舒適 而且以我的身材比較壯碩的話 它不論是腿部、腰靠 實際在行進間的支撐跟包覆 以及舒適度我都非常滿意 另外也剛剛講它是旗艦 它也用了NAPA的皮質設計 再回來看到駕駛介面 方向盤我覺得跟改款前沒有太大的差異 三幅式後面有換檔撥片 然後是四項的手動調整 上面的控制介面 左半部主要是音響的音量、選台、來源 以及聲控接收、電話接聽等等 靠左下半部這個Eye Information 就是前面一表排中間有一個小螢幕 主要就可以調整行車資訊、胎壓顯示 以及音源地圖等等簡化的資訊 在上面的一條 但下半部主要是留給ADAS系統的顯示 再來看到右半部的控制介面 就是這一次艾賽4.0 其中的ACC的自動跟車 以及它的跟車距離調整 然後它這次也新增了車道維持至中的 這個方向盤的LOGO功能 下半部則有SI Drive 也就是我們大家熟悉的Sport Intelligent 兩種駕駛模式選擇鍵 再往前面看 儀表基本上還是傳統的 左邊轉速、右邊時速的指針式的設計 再來看到主機的部分 就是這一次很大的一個進化差異 它改用了直立式的11.6吋的觸控主機 基本上除了裡面可以用觸控操作之外 它的左右兩側還是有一些實體 包含故障燈、音量調整 以及冷氣空調的溫度 還是有實體的按鍵 我覺得這個是對開車過程中調整 是比較實用便利的 那裡面的功能部分 記不記得其實以往的SUBA6幾乎都有三個螢幕 這邊一個、上面一個再加上主機 但這一次它把上面這個資訊屏幕 整合到這個主機的上半部 包含像是加減速的油門的開度 車輛的角度 包含XMOD 它也是整合在這個上面 可以做不同的切換 那XMOD 它包含了像是有Snow、Dirt以及一般 然後甚至也有Deep Snow以及Mod 不同的切換功能 再往下看它裡面的ICON 其實我覺得設計的視線上判讀還蠻不錯 做得蠻大 那你如果去按下去 9按其實跟我們的手機一樣 它都會縮小 然後可以去搬東搬西 放到你想要的位置 那主要功能之外呢 大家很依賴的 像是Vocabulate Android Auto 然後它有內建的中文的導航 那在設定裡面 也可以針對車輛一般啦 聲音 然後甚至我們剛剛講的一些主安配備的細節 都可以在這邊設定 那再往下看 它其實還有一個車輛符號的這個元件 算是一個快捷功能 點進去以後包含這個XMOD 以及我們剛剛講的iSight自動跟車的 這個不同的加速特性 都可以在這邊做設定 那靠螢幕的最下端 則是屬於空調前面雙區恆溫的調整的功能 然後再往下看 它有電子的手煞車 然後旁邊有一個小小的放鑰匙的空間 前面則有AUX IN 以及兩個Type-A USB 2.1A 然後排檔座的周邊的話 它現在還是Lineartronic的無段變速 但是它從7速進化到了8速的手自排的模擬功能 然後它也有往左推的手排模式 靠右邊的View鍵你點進去 那這一次的鏡頭包含了車尾倒車顯影之外 車頭也可以做這個拍攝的顯示 以及靠右邊 不過它的左邊駕駛側是沒有鏡頭 所以它並沒有360度的環境 好那再往下看 有兩個置杯架 中間也可以讓你橫的放手機 中央扶手 皮質包覆打開 上面有一層算是零錢盒吧 然後再拉開你會發現它還有一個CD槽 以及還蠻實用的置物空間 那在看後座空間之前我們來看一下這次New Arbet 在後座的外面有一些調整的設計 主要是我們剛剛講的就是它的行李箱架 可以做縱向很像調整 但你人要站上去才有辦法操作 所以這個地方它就做了一個讓你腳踏的位置 但我覺得也難免會讓它的這個門檻的面積會加大以及加深 所以上車的動作等一下我們再來感受一下 然後在旁邊也可以看到SUBARU的車 向來在後門都有這樣一個防撞的鋼梁的鎖扣 然後它的防刮在側裙上也做了很多紋理的線條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它的空間表現 那坐進後座我先講一下坐進來的氛圍 我覺得它的通透感是很好的 除了車窗的開度蠻高 而且它在吸住往後也有一些腳窗兩邊 讓你的視線的通透感是非常好 然後再來我講的就是它這個門板的質感 也跟前座幾乎都吻合 還滿有設計的豪華質感 接下來空間實際的表現 前面是我180公分的坐姿 後座畫面上看得出來 西部也是很餘裕 兩個拳頭 那頭部也很輕鬆有一個拳頭的頭部空間 再來椅面跟前面一樣是NAPA的皮質之外 我覺得後座幾乎比前座更舒服 它的泡棉很柔軟 然後坐進去以後 大腿的延伸的支撐度 也都跟我的身材很吻合 然後後面有三個獨立頭枕 它中間的扶手放下來 也有兩個置背架 那ISOFIX兩邊都有 椅背的調整在這邊可以看到 兩邊都有一個拉扣 它一共有五段的角度可以調整 然後再來看到 前面中央扶手的後面 它也有屬於後座的出風口 兩個Type-A的USB插電 那中間的這個地板隆起 也是SUBARU向來的SAWD的四傳設計 所以高度稍微高一點 不過我覺得 以我來做做看中間的感受 當然坐墊沒有兩邊這麼的舒適 稍微硬挺一些 但是我覺得跨腳的這個空間感 也還是可以坐到三個人的 這一次的New Outback 其實在導入國內之前 其實蠻多消費者都很期待 好奇它的動力 會不會大家再跟我們剛剛也有聊到 美規的新的2.4T渦輪增壓動力 後來總代理其實決定了 還是引進跟前代一樣的 2.5T的水平對貨四缸 NA的自然境界動力 但在出力的調教上略有不同 改款前它是175P的最大馬力 24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那現在新的車型改為 它是169P最大馬力 稍微降了6P 我覺得應該是跟這個 節能環保的調教有關 但是扭力反而是 拉打到了25.7公斤米 那變速箱的配置 一樣是Lineartronic SUBARU他們常見 其實調教的 算相當不錯的 無段變速自排 那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在模擬手自排 換檔的功能部分 檔位的段數 從原本的七速 提升到了八速 讓它在性能 傳輸以及節能的表現上 有更好的相關訴求 那在能源局的油耗數據方面 基本上因為這台車 1600多公斤車重 又是SUBARU向來堅持的 對稱式的四輪傳動 全時的四驅 它的平均油耗是1公升 可以跑13.9公斤 那在這個級距也算是 一級的能源油耗效率 開起來的感受上 雖然我覺得它沒有2.4T 每歸260匹的爽度 雖然我沒開過這顆新引擎 但我覺得雖然爽度 可能不如這260匹 來得這麼的動力 源源不絕飽滿 但是我覺得 以總代理這樣的策略來說 買Outback的屬性 我覺得是比較 像大概年紀跟我差不多 就是30到40歲 甚至在年長一些 接近中年的這種青壯年的年紀 我覺得買這個車的訴求 就是像我們一開始講的 更好的空間 接近房車 Touring 旅行車 這樣的Wagon的操控感受 又可以對於 假日偶爾到Outdoor 接觸到一些 非布裝路面的路況對應能力 那對於動力來說 我覺得我今天跟它相處一天下來 我覺得其實算是夠用 你也只要在 像我們現在在山路 當然你在上坡路段 你妥善的 利用換檔撥片 讓轉速維持在三四千轉 入彎前 再出彎的出力反應 我覺得還算是蠻好開的 那在底盤的部分 這一次最大的精進 也是它改用了 蘇巴路現在他們四大核心科技 我們剛剛聊到了 有iSign 以及水瓶對臥 對身四輪傳動 再來就是SGP的模組化平台 那一樣的訴求 從這個車身的剛性結構上 較前代有更好的提升 然後我們也看過它的底盤圖 它多了這樣的一個撞擊應力 多了一條這樣的結構 讓它整個在真的不幸發生撞擊的時候 車身的變形程度能夠再降低一些 另外它開起來的車身的穩定度 也較前代來的更好 透過原廠的一些官方測試 就是它在一些繞追過程中 或是這樣連續的山路變道 方向盤的施打修正的角度 也會比前代來的更微幅一些 換句話說 車內的乘客或是駕駛者 不僅開起來更好 乘客坐起來也會覺得更安穩 但我覺得開Outback其實就是要很從容的 享受到戶外的這樣的一個氛圍的氣氛 它不大適合拿來跑這種 Morning Ride 啦 跑晨跑啦 或是跑北移 我覺得這個車真的 屬性還是不大適合 再來說到主被動安全部分 我們一再講這次最重要的就是 EyeSight 4.0 其實從這個我們剛剛講它的攝影機的這個 安裝的位置跟前檔的變化差異之外 它也強調它兩個 就是跟我們人眼一樣的Camera 又不論是在垂直水平的角度上都更大 然後照射的遠度 也可以長達130公尺更遠的判讀資訊 讓它在功能上 原廠師說有九大功能的進化 其中有全新的功能以及 從原本的EyeSight功能進化升級的一些功能 最主要的就是它的ACC 搭配它的LCF的車道為直至終 當你車速達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你設定的LCF 就是方向盤上的右邊這個方向盤按下去 然後它做動顯示標線都判讀抓到了 或是如果標線不清楚 或是車速比較慢 市區的狀態 它也會依照前車的動態 讓你車輛維持在車道至終的功能 也就是我們常常講的Level 2的 這樣的一個半自動駕駛輔助 它的ACC除了是0到100的全速域之外 它跟車道紅綠燈停 也是會自動用電子煞車幫你的車hold住 如果前面車走了 它一樣也有前車死離的警示功能 最特別的是這一次4.0iSight的ACC 透過中央的介面 它有四段可以去做選擇 它有點類似它的SI Drive 或的Drive Mode 它的ACC也有四種反應 從最Smooth溫和的Eco節能模式 到Comfort的舒適 以及標準Standard 像今天我開 我主要都把它放在標準模式 那再上去有更激進 更加速更敏捷一些的 也就是類似SI Drive裡面 Smooth模式 它一樣有這樣的一個 比較動態的加減速反應 那我覺得如果你要開得比較平順 接近我們一般人的感受 我覺得放在標準模式 是最好開的 不過它這個功能 都要進到主機去做選擇切換 並不是直接可以從方向盤上去調整 而且它其實真的 Subaru我們一路再試會發現 這個車廠真的非常重視 就是開車的駕駛安全 像我速度只要過40 稍微快的時候 它的螢幕就會鎖住 不讓你操作其中的一些功能 那其它iSight周邊 包含原本就有的 像是AEB我們講的 或是PCS的 預警碰撞防護的自動煞停 它這次也新增了AES 也就是緊急的閃避的轉向輔助 就當它作動 它判讀iSight這個CAMERA判讀到 前面假設有一個障礙的車輛 在你的前方 它會先做第一階段的警示 以及煞車的輔助 到第二階段 如果你還沒反應 即將 鏡頭判讀要追撞上去 它就會進入第二階段的煞停 同時 它也用iSight去判讀 左右的路況空間 是不是OK 可以做換道的動作 然後後面的是用雷達 如果後方沒有來車一律的 這樣碰撞追撞危險之下 它就會搭配方向盤的轉向 讓你做緊急的閃避的動作 碰撞預警的防護功能部分 它也有像是路口的左轉 對向來車 以及行人的橫向通過 它有時速20公里以下 它都可以做主動的煞停 如果是單車客 它也都可以有相關的對應 此外向側向 以及後向的車側盲點 它在照後鏡內側會有燈號提醒 說到燈號 其實這一次allback上的iSight4點 在駕駛座前方 也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抬頭顯示器的位置 它也多了七個燈號 分別是四個紅的 中間一個綠的 然後兩側有黃的 那它為了安全考量 它就用燈號在 其實你用看前方的時候 用餘光就可以感受到 像你設定ACC 前面有抓到車的時候 它就會亮一個綠燈 那像有時候盲點的提醒 它也會用黃色警示燈提醒在前面 那當你車道偏移警示輔助 或是到了速限以下 它解除的時候 它也會有黃燈等等的 讓你做一個提示 我覺得這個也是這一次iSight4點 一個新的燈號輔助功能 那除了iSight4點之外 這一次在主機的上方 一樣也有 我記得今年初吧 我們有做過一個直播 新的森林人也有的 Driver Monitoring System 駕駛的注意力的監測 一樣的功能 就是主要有三大 就是除了讓你的注意力的保持 如果你分心看旁邊 不論是玩手機 或跟乘客聊天 看路邊風景 它都會在儀表板提醒你 視線回到前面 再來就是駕駛的疲勞警示 打瞌睡 它也會用圖像聲響來提醒你 另外像是駕駛的臉部辨識 就跟我們手機的臉部辨識一樣 它可以先設定好記憶 那在被動安全的部分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車身的結構 SGP的模組化平台 它在氣囊SRS的配置 也有八顆氣囊 除了我們熟悉的 一般車常見的七顆SRS之外 它的第八顆並不是 副駕駛座的西部氣囊 它是反而設計在 這個坐墊的靠前端 也是我們大腿下方 它的訴求就是 當真的發生碰撞的時候 它這邊會做充氣的氣囊 把你的人避免再往前往下的 這樣的一個俯衝的動作 有效保護住副駕駛乘客的 身體的相關安全 像我們今天的試駕 雖然剛剛從來西平的路上 有高駕道路的on road市區之外 那到山路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比較沒有時間 到一些比較非鋪裝路面去體驗 那這一次奧貝它的 Special X Mall 一樣就是有 基本上有一般 像我現在是在一般 山路都放在中間 那如果到了非鋪裝的路面 你可以選擇是 Snow Dirt 比較一般的爛路之後 可以用 然後或者是 你也可以選擇 有Deep Snow 以及Mod 也就是深雪 跟泥泥的路段 泥巴的路段使用 它就會將你的TCS Off掉 然後扭力最大輸出的時候 甚至讓車輪造成一些 某種程度的打滑巴 你捲上來的泥巴能夠甩掉 讓車輛盡快恢復 有足夠的抓地力 那當你Xmode 作動的時候 它也會有像是 陡坡緩降的功能 自動就會介入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一次 Harmond Kardon 也是這台車內裝的配備 12支喇叭 包含後面 我們有看到 心裡像有一個重低音 我覺得搭配我們剛剛講的 很好的車內的競速性 以及也算很好的 Harmond Kardon的音響表現 我相信可以滿足 大多數人對於 音響的聆聽感受 好 我們今天試駕完了 全新第六代的New Outback 我覺得它在外觀上 也像我們剛剛介紹過 它更越野更粗獷 但在內裝整個 不論是質感豪華 以及乘坐起來的舒適感 我覺得都比前代車款 有很明顯的載進化 再來我們剛剛有聊到 很大部分的比例 都在談它的主被動安全 我相信這也是過去 許多買家會買 SUBARU的一個重要關鍵 它一樣有四輪傳動 SGP新的平台底盤 以及iSight 4.0的 完整的一些細節 以及多功能的進化 我覺得都讓我感受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你如果不想開 傳統的房車 也不想開 滿街跑的休旅車 相信我去看看 New Outback 會滿足你的需求的 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試駕 別忘了持續關注 鎖定我們車水馬龍的頻道 以及我型男訓動的粉專 掰掰